1994年10月27日 在黄海中沿中国领海边界巡航的 美国小鹰号航母战斗群 突然发现了一艘刚刚完成远航作业 正在返航的中国海军 汉籍核攻击潜艇 美国航母群没有避让 而是立即起飞 北欧海盗反潜机 投掷反潜声纳浮飘 对中国核潜艇方位进行三角计算 这对一艘核潜艇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因为一旦完成定位 意味着下一步就是铺天开地的攻击 中国核潜艇也发现了对方的动作 一边下潜躲避 一边联系最近的青岛基地请求支援 美国航母群并没有停止危险的行为 反而全队跟进进入中国领海 用三艘驱逐舰和空中反潜机 对中国核潜艇进行了全方位的包围 随后在72个小时的追逐中 美国海军对核潜艇进行了七次模拟攻击 情势一触即发 中国海军将会如何应对 黄海自古以来都属于中国管辖的海域 但有一部分属于国际公海 1994年美国以朝鲜发展核武器为由 派出小英号航母战斗群 计划从黄海封锁朝鲜西海 按照联合国公约规定 一个国家在公海进行封锁 另一个国家的行动时 要事先对临近这片公海的其他国家 进行召会 来避免两国误伤 然而小英号航母群在进入黄海后 根本就没有智慧中国的意思 如今还公然对中国军队发出了挑衅 而中国北海舰队倾倒基地 在街道求援信息后 紧急命令两架歼7战斗机 满载五倍前去支援 两名歼7飞行员接到的命令时 必要是可以发起攻击 两架歼7到达后 美国的驱逐舰和空中反潜机有所收敛 但小英号航母群并未撤走 还是以包围的姿态 跟随中国核潜艇 由于歼7续航较差 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后 无奈奉命返航 两架歼7刚离开 美军的驱逐舰和空中反潜机 便再次围了上来 不知不觉中 这场追逐已经接近渤海湾了 而美国航母战斗群 也没有丝毫停止或返回的意思 根据当时美国航母的水平 中国沿海数个城市 都在其打击范围之内 这已经算是对一个国家的 非法入侵了 形势对中国来说十分危急 北海舰队倾倒基地命令 海航紧急出动两架歼8 并由两架苏-27战机护航 牵取支援 歼8来到黄海上空后 飞行员立即用英语警告美方 你们已经进入中国领海 请立即退出 但美国小银号航母 并没有任何回应 反而迎着两架苏-27 起飞了两架F-14熊猫 挑衅意味十足 情况再次恶化 中国是打还是不打 此时中国方面 两架歼8在内 苏-27在外 保护着中国核潜艇 美国方面 则是保持之前的队性不变 新起飞的F-14熊猫 与苏-27平行对峙 终于在对峙了一会儿后 美国的行为 惹怒了中国飞行员 一架苏-27突然拉高 然后用战机的锤尾 切向对方飞机引擎 这种非常需要技术的战术 被称为疯狂一万 在被敌方战机追击的时候 突然转身 以很快的速度 和战机锋利的尾翼 撞向身后 追击战机的引擎 从而 倒以损失尾翼 来摧毁敌人的效果 这种战术 害怕不已 在发现苏-27的动作后 美国飞行员赶紧向右猛转 逃离对峙区域 与此同时 中国的歼8战机 也打开火控雷达 紧紧锁定美国的小银号航母 双方剑拔弩张 战争一注几发 过了一会儿 美军F-14熊猫降落 小银号航母率队 全部撤退 很快 美军航母群便离开了中国领海 事后 为了防止中美海上再起冲突 美国下令让小银号航母战斗群返回美军基地 这次海上冲突的爆发 引起了中美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几天后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切尼访问中国 他不是来道歉的 而是将美国的非法入京 解释为 中美双方的海上航行 双边通报制度的不完善 并希望 就如何完善这个制度 和中国进行交谈 看到美国的态度 中国明白这件事并未完结 果然 在两年后 美国派遣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来到台湾海峡 与正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演练的中国海军 再度发生了军事冲突 进入新世纪后 美国非法入侵中国海域的行为更加猖狂 2001年 一架美国间谍飞机突然出现在南海上空 撞毁了一架中国歼8战机 此事导致了中美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外交危机 然而美国并未就此事给出合理的解释 仅仅过了一年 美国再次派出船只进入中国南海区域 搜集中国海军基地和潜艇的有关情报信息 最后 在中国舰船和飞机的六次警告后 才离开南海 此后 几乎每一年 美国海军都会派出舰船 来到中国领海搜集情报 尤其是在2009年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 美国就五次非法入侵中国领海 每一次都被中国海军发现 为什么美国在20年里 频繁地入侵中国的领海呢 这主要与中国领海的海权有关 什么是海权 就是对海域的有效控制 在冷战早期 中国鉴于国际形势 向所有力量布置在路上 中美在海上处于一种相安无事的状态 到了20世纪80年代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成效 国家实力大增 正式提出了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 即 在一个较长时期内 海军的作战海区 主要是第一岛链 和掩盖岛链的外沿海区 以及岛链以内的黄海 东海 南海海区 这个战略属于区域防御性战略 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 和领土完整 及海洋权益 应对海上局部战争 遏制和防御来自海上的侵略 维护亚代地区和平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 战略防御圈也不断扩大 直到整个中国领海 中国的动作 让一直在中国领海 横行霸道的美国海军十分不满 但一时间无法摸清中国的底线 于是在1994年的黄海 美国海军开始了试探行为 美国第一次的试探行为 无疑是成功了 如果不是苏尔7使用了 杀敌1000自损800的战术 美国的航母 可能还会更进一步的试探 事发后 有美国媒体对中国 采用如此危险的战术 是非常惊讶的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 而中国飞行员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因为他们心中 始终有一个信念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容侵犯 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 甚至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黄海冲突中 中国海军面临的困境 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思 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以前中国的核潜艇只要下水 噪音就特别大 为此美国人不无嘲笑地说道 只要中国的核潜艇行动 整个太平洋都知道了 对此 中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终于将噪音降到了最低 另外 因为于战机上的电子技术 中国也对其进行了改变 中国战机可以更容易地发现敌人入侵 在中国的不懈努力下 海军越来越强大 对领海的维护也越来越好 从渤海到黄海 再到东海南海 中国海军始终在坚持不懈地履行着 保卫祖国海疆的责任 而进入新世纪后 美国也开始把入侵中国领海的区域 逐渐从黄海 转移到了东海和南海上 这是因为 随着中国的崛起 南海对中国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 南海是中国重要的海上航线 毗邻马六甲海峡 它辽阔的区域和深度 也是中国进行核潜艇机动 与隐蔽的重要场所 同时它也是未来中国发射 大口径 大推力运载火箭的主要基地 在2021年 中国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对于如此重要的地方 强盗般的美国 显然不会轻易放手 仅在2021年的上半年 美国就纠集英法澳日 不断在南海制造摩擦 试图逼迫中国 在自己的领海上开放自由航行 但已经崛起的中国 并不拒这些挑衅 中国一边在南海排兵布阵 防范这些国家的意图 一边用经济发展优势 将整个东亚经贸权进行整合 如今 在南海和东海上 美国及其盟友的航母 依然会时不时地 对中国海军发出挑衅 但在中国越来越强大的海军面前 这些航母 往往是紧露个头 就夹着尾巴逃走了 1994年的场景 再也不会出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